近期美国连续剧《纸牌屋》 以华盛顿政治运作为背景 因为剧情精彩演技精湛受到观众喜爱 在第一季大获成功后 第二季的剧情则移缴到了外交以及内政丑闻上 有意思的是 第二季竟然获卷在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上播出 咱们看待《纸牌屋》在中国所引发的收看热潮 我们的分析报道 《纸牌屋》讲述了一个虚拟的众议院多数党党编安德伍德 因为昔日的政治盟友在成为美国总统后 没有将他提升为国务卿 而施展政治手腕展开报复 不过现任众议院少数党党编霍耶却批评 《纸牌屋》过分地以虚假邪恶来描绘政治 加深了民众的误解 其实在美国正常的政治里头 不可能同时集中那么多负面的东西 美国政治它有很多很完美的地方 但是美国政治无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 还有美国各级政府 都有新闻媒体不断地曝光它的各种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吹号人的权利 《纸牌屋》的第二季 不仅继续呈现华府的三权分立 两党纷争 也融合了当下的中共网络间谍等时事 甚至还呈现了一名中共的太子党商人 与美国政客荒淫贪腐的交易 两篇来自香港不同的文章 这是你的名字 在中国大陆 与太子党商人相关的部分敏感内容 在上映几天后被紧急删除 但是并未影响官方媒体 对纸牌屋的齐声推荐 可能有两方面暗含了现在中共执政高层的需要 一个就是丑化美国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在纸牌屋里头涉及到中共背景的商人 这个一定程度上跟中共现在的反腐的一些需要 也是暗含的 曾担任HBO纪录片 《截后天府类纵横》制片人的夏明教授说 纸牌屋对美国政府的大尺度嘲讽 恰恰体现出 在民主体制里 影视等媒体作为第四权力 对体制修复所具备的监督作用 决定了它的政治对社会对工作造成的影响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共官方人民网说 纸牌屋就是白宫里的甄嬛传 中国网民则跟进追问 为什么美国可以拍出纸牌屋 中国却只能拍甄嬛传呢 这反映了美国创作尺度的一个宽松 在我看来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我们如果看看中国政治故事的现实版 比如说像重庆国西来事件 暴力 暗杀 情杀 色情 堕落 背叛等等 暴露出的非常荒诞的政治材料 其实比好莱坞的这些故事要更精彩 金唐人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